美國跟中國不是說現在貿易戰要戰歇 開始貿易談判嗎 結果現在發現 美國總統拜登在昨天 宣佈要擴大對大陸的企業禁令 而且下個星期的G7峰會上頭 還可能會提出 反制大陸的全球性基礎建設倡議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把時間交給真柔 好這一集的美中強權呢 我們帶您來聚焦 昨天拜登他不是宣佈說 要加大對中國大陸企業的禁令 包括了之前川普時期的華為 還有海康威視等5家大陸的廠商 都列入美國企業禁止投資的9家名單當中 那算一算呢 總共大概是有59家的實體公司 其實這個禁令啊 甚至是可以說比川普時期還要廣 那麼呢 這一些公司呢 是被美國列為大陸的軍工相關企業 也禁止美國企業來投資 但現在專家就分析說 美國如果真的說 之後要全面跟大陸來對抗的話 光憑一己之力是沒辦法的 還要歐亞的盟友要聯手加入才行 那麼現在根據德國媒體的報導呢 七大工業國G7 下週有一個元首峰會 在這個峰會上頭呢 即將提出的是全球性的基礎建設倡議 那麼呢 用意是要來反制大陸的一帶一路 這是根據德國商報的報導喔 說G7呢 現在有一份調查文件指出說 在亞洲非洲 南美洲 有缺乏跟全球接軌的鐵路跟港口 還有低碳科技 網路建設也不足夠 但是呢 這個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動作又太慢了 那在這些地方的發展中國家 最需要的是可以馬上行動的夥伴 但是根據過去的經驗顯示說 有不透明貸款條件跟安全準備不足 增加國債跟違反接受貸款國家人民利益的問題 雖然說呢 這個文件當中沒有直接點名 但是專家分析的就是暗指中國大陸了 那麼呢 在這一次美國主導之下 G7決定說要在這一場峰會當中 提出的是全球性的基礎建設倡議 要幫助發展中國家引進低碳科技 改善工位跟數位建設 並且推動男女平權 提高勞工跟環保標準 要制定透明的規範來防止貪污 不過再看到另外一個議題也是美中呢 最近一直在大打口水戰的 就是病毒溯源的議題喔 現在根據福華世界還有紐約郵報的報導說 在解放軍人員參與之下 大陸疑似利用基因編輯技術培養出具有人類化 肺臟的老鼠 哇這跟之前的這種病毒溯源又再有新的發現了嗎 好這些有人類肺臟的老鼠為什麼要培養呢 用意當然是要來測試說 在人體上這些病毒會有怎麼樣的感染力 那我們美國國安會呢 現在就有調查人員回溯之前相關的研究 發現說基因改造署是解放軍有攝入 而且還是用來測試說不同病毒是不是可以感染人 現在有這樣的發現 那麼呢美國有進一步的懷疑了說 實驗室病毒外泄論好像是成真喔 但是目前呢台灣疫情蠻嚴峻的疫苗也短缺 有些聲音就說是大陸在國際上阻壓阻撓 說國際之間捐助疫苗疏台 大陸外交部昨天也召開了例行記者會 嚴正博斥帶您一起來聽 我們對廣大台灣同胞面臨的嚴峻疫情感同身受 一直明確表示 願盡最大的努力幫助他們盡快渡過難關 然而面對大陸的善意 和廣大台灣同胞期盼使用大陸疫苗的急迫辛勤 民進黨當局百般阻撓大陸疫苗出台 甚至謊稱大陸阻礙其採購疫苗 民進黨當局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 持續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治操怒 這是對台灣同胞生命健康的漠視 有為基本的人道主義精神 美中之爭現在連紐約地鐵 居然也成了駭客攻擊的目標 這是紐約大都會運輸署MTA 他們是掌管紐約的地鐵 郵輪這些運輸的命脈喔 4月份的時候遭到駭客入侵 那麼現在有一份調查結果出爐了 是北京當局支持的駭客入侵的 運輸署的官員就說了這是近年來北美最大運輸系統的第三次網路的攻擊 也是最嚴重的一次 但到底為什麼會看準這個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來作爲駭客攻擊的目標呢 調查人員就推測說不排除是大陸為了主導要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軌道交通市場 想要做一些市場調查 因為假如說北京當局對一個能夠有利潤豐厚契約的交通系統 內部運作有更多的了解的話 可能也會對他們帶來比較大的注意 再看到這個是民間組織是由英國律師跟一些人權團體組成的 調查維吾爾族人權困境的維吾爾族的法庭 禮拜四的時候在倫敦是聽取了證人的公辭 有一些當時呢住在這個新疆再教育營的一些人士呢 紛紛的出庭了 好比說過去曾經在再教育營任教的老師 他就指出說在裡頭啊待遇非常差 甚至是連狗也不如 還有一名懷孕六個月的女子說 過去曾經被逼迫墮胎來出庭作證 不過這個維吾爾族法庭呢 他其實不是真正的法庭 他只是一個民間組織而已 他是在去年九月的時候成立的 目的是要調查說北京當局是否侵害維族人的人權 也要進一步了解說 其中到底有沒有說的這種種族滅絕的情勢 雖然說是沒有權利來制裁北京的 不過透過這些證人他們提供的說詞跟證據的話 是希望可以讓國際社會來採取行動 但是呢對這些指控北京現在是否認 而且痛斥說維吾爾族法庭組織是謊言製造機 再看到日本媒體報導說 日本跟澳洲即將在九號的時候舉行 外交部長跟國防部長2加2雙邊視訊會談 目的是商討要制衡中國大陸的軍事影響力 其實這項會談呢也會著眼於日澳之間的合作 他們要實施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 跟抑制大陸在東海南海的軍事勢力 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可以商討說 日本自衛隊守衛澳洲的船艦跟飛機的可能性 現在也看得出來說 日澳儼然是形成了另外一個抗中聯盟的態勢 不過對此呢北京是沒有回應的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美中強權爭霸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